行万里路 还得读万卷书 大家好 我是Rex 咱们继续来研读 接着读这本勒内格鲁赛的草原帝国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 讲的是古代 这一说古代 就是至少三个世纪之前 绵延大概2000多年 甚至更早的游牧民族的文化 他们在欧亚大陆的北方 在欧亚多罗的腹地 建立过一个一个的草原帝国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在其中的某一部分 在某一个地域 有的时候就到了 比如说成吉思汗蒙古的时代 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 逼迫的整个欧洲亚洲的 所有这些国家 都沉浮在他们的脚下 所以成吉思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 而且在欧洲历史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么这本书实际上 就是以成吉思汗蒙古 为核心来讲述的 这本书一共分三边 就是按照成吉思汗之前 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之后 这么来划分的 那么这一期节目 咱们说的是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 这一边的题目写的是 13世纪以前的亚洲高原 13世纪之前 这是时间的下险 上限至少的公元前八九世纪 也就是说这前后2000年的时间 这是第一边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个时间划分是非常的不均衡 不说三边三部分 三部分但第一部分就占2000多年 第二部分成吉思汗蒙古 其实前后也就100多年 成吉思汗之后 也就是说成吉思汗 这个大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岁月 其实比成吉思汗蒙古帝国 这个时间还要长 但是你要跟第一边讲的内容比的话 那真的是差远了 所以这个时间极其不均衡 那么好吧 这一期咱们就试着 对成吉思汗蒙古 绝起之前的亚洲高原 或者说欧亚大草原的历史 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这个时期要梳理的话 其实就一个字乱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期 整个欧亚大草原 还没有一个强势政权 能够把它们完整的统治 在自己的脚下 所以各个地方的历史 其实都是割裂的 包括咱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这些草原民族 他们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也非常的晚 所以他们的历史 实际上都是跟他们相邻的 那些所谓文明的民族 那些已经有了农耕文化 已经有了文字书写系统的 这些民族来记录下来的 那么从东边开始的话 我们最熟悉的是中国 中国的史书里面 记载的北方草原上 这些游牧民族 是怎么怎么回事 然后中间就是波斯 或者说伊朗这些民族 他们记录下来的 对于草原民族的一个印象 那么在西方 希腊人 罗马人 他们对于南俄罗斯草原 对于东欧草原的 这些原住民的印象 这些游牧民族 相对比较发达的 这些邻居们 他们记录下来的历史的碎片 就慢慢能够拼凑出来 一些草原民族 他们的一些形象 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勒内格鲁塞的工作 也就是这本书 草原帝国能够告诉我们的 他已经打破了 某一个民族 对这些草原民族的记录 在一个全局的视角之下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草原民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西边开始说 古希腊人 把这些黑海沿岸 把南俄罗斯草原的 这些骑马的民族 叫做斯基台人 那么他们是什么人 按照勒内格鲁塞的考证 他们大概是一些 伊朗种族的一些民族 什么叫伊朗种人 那就是说他跟伊朗那边人差不多 伊朗人那是什么人 波斯人 波斯人是什么人 是属于所谓的亚利安人 或者说印欧人 这些人在几千年前 曾经在伊朗高原上成长起来 然后向四面八方迁居 向东南的话 就是到印度 这就有所谓的亚利安人入侵 向西的话 就是影响了欧洲大陆上的 这些人种的分布 向北的话迁移 这就是斯基台人 这样的看的话 其实跟我们中国人这边 对待游民族的态度是一样的 虽然中国历史上 从来都有华裔之变 咱们之前在演讲录的节目里面 讲过什么叫华裔之变 对不对 但是从来中国人都认为 所谓的夷人或者说湖人 北方的湖人 他们跟我们华夏人 从人种上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的是什么 就是生活方式 就是统治方式 就是这些文化上的差别 那么斯基台人也是 他们还有跟他们 有血缘关系的 所谓萨尔玛特人 这些人跟他们南边 那些亲戚们 就是那些在伊朗高原 上定居了的那些亲戚们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能从一些 古希腊的一些逃平上 能看到这些人的形象 他们留着胡子 戴着那种草原上 可以抵御严寒的那种 护耳朵戴尖顶的那种帽子 穿着比较宽松的服装 竖腰上衣 大裤子 然后骑着马 拉着弓 没有成锅 飘忽不定 你说这是什么人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 这不就是你说是匈奴人 你说是突厥人 你说是鲜卑人 你说是蒙古人 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对 所以格鲁赛也在说 说在欧亚大草原的西端 跟在东端 在中国人描述的这些人 这些匈奴人 各个部落的这种生活方式 非常相似 所以格鲁赛就把这些人 放在他的同一个叙事里边 他们都是草原民族 那么在这个时期 在草原历史的早期 比较成稀后的人是谁 那在东方 无疑就是匈奴人 当时建立过庞大的帝国 那么这部分历史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就非常的熟悉了 就是匈奴 在蒙古高原上崛起 在秦汉之际 曾经对中国造成过 非常大的威胁 汉高祖刘邦亲自去征讨 在白登被围 差点连命都没了 此后汉朝对匈奴和亲 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 对匈奴采取攻势 这才把匈奴赶到墨北 而那个时候 在东西交往史上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就是张谦通西域 张谦凿通西域的 最初动机是什么 不是为了经贸往来 就是为了战略目的 是为了和曾经被匈奴 欺压的粤之人 有人说大悦之 应该读大肉之 咱们在这不做辩解 详情请大家参考 之前的演讲录的节目 第75期 咱们辩解过这个问题 到底是该读大悦之 还是读大肉之 好吧 当时张谦通西域的目的 就是为了联络 被匈奴欺压的悦之人 他们已经迁移到了 帕米尔高原以西 张谦的任务 就是去联络他们 从东西方 共同夹击匈奴 到这儿为止 咱们前面说的都是中国人的视角 中国人如何看待匈奴 如何派张谦去通西域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读这本书的话 就可以引入一个西方的视角 从格鲁赛这样一个西方人看来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会关心什么话题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中亚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知道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 希腊的马基顿国王亚历山大帝 曾经做过一次非常远的远征 从古希腊的 在亚平坚半岛的南端 一直打到了印度 中间这一片中亚的广阔的土地 都成了亚历山大帝的一部分 但他很快就死了 死了之后 这个帝国也分崩离析 所谓继业者战争 他在继承人之间互相打来打去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这片地域 就已经被希腊文化深深的影响了 所以这是所谓的希腊化时代 那么在这片地域里面 建立了很多希腊化的国家 那么在匈奴人崛起之前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可是匈奴人崛起之后 这不是把像越智人这样的民族 从他原来的棋居地赶走了吗 越智人本来是在中国这边 河西走廊 齐连山这块生活 被匈奴人给赶得向西走 向西走 结果走到了中亚这边 臣服了大厦 大厦是什么 大厦就是巴克特里亚 这就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 那么越智人过来 把大厦给臣服了 在这待得挺好 等到张谦费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到了越智的地盘之后 越智人说 我们这活得挺好 我们不想跟匈奴再打了 我们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所以张谦就没能实现 他最初的战略目的 但是张谦同西域 确实让汉朝的统治力量 深入到了那时说的西域 我们现在说的新疆地区 还有一个影响 就是从西方人的视角 就是匈奴的崛起 对于这些希腊化国家的影响 也是非常深远的 简单来说 就是匈奴的崛起 直接的或者间接的 让希腊人在阿富汗地区 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崩溃了 那么后续有关匈奴的历史 这都是我们中国人记录下来的 匈奴跟西汉打打合合 后来匈奴就分裂了 那么到了东汉时期 中国跟匈奴也是打打合合 后来南匈奴和北匈奴分裂了 南匈奴归附了汉朝 北匈奴就被打跑了 从此之后 北匈奴的历史记载就消失了 没有了 那么他们去哪了呢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结论 让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答案 就是这些西迁的北匈奴人 他们经过了几百年的迁移之后 突然出现在了南俄罗斯草原 对西欧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这就是欧洲人历史上 所说的上帝之边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末期 帝国的居民已经信奉了基督教 但是他们那么虔诚的信仰上帝 却挡不住凶人 叫汉斯 他们对于欧洲社会的冲击 凶人 这些骑马的民族 从东方冲过来 先是征服了离他们比较近的 阿兰人 戈特人 然后这些被征服的人 就往西跑 往西跑 就在征服了前边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再往西边跑 往南边跑 那能去哪了 就去罗马帝国境内 间接的就把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就给灭亡了 这就是多米读古牌式的民族大迁徙 那么这一连串的事件 开头是在哪 就是这帮凶人 格鲁赛也说凶人 和东方出现的凶奴人 从此刻上来说是同源的 所以高度怀疑 他们就是同一拨人 当然时间跨度上 差了好几百年 但是如果按照说 匈奴人西迁 然后迁到东欧大草原的时间来算的话 好像也还合适 所以现在就有些人还是这么认为 说凶人就是凶奴人 当然了 这个结论还有待检验 可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 就是在公元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 在东欧草原出现了这么一只凶人 他们来无影去无踪 就突然一下子出现 突然一下子就谢幕了 他们的伟大的首领 叫做阿提拉 阿提拉的汉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上帝之边 就是他们认为 阿提拉这些凶人的出现 就是对他们不前信上帝的惩罚 但是他们前信上帝之后管用了吗 反正是阿提拉突然就死了 然后这股风潮就这么过去了 好吧 从东西方来说 匈奴这阵风就这么过去了 那么匈奴败落之后 在漠北高原就产生了一个真空 这个真空不会永远待在那里 又会有新的民族来填补 这次出现的是什么人呢 在中国我们这边知道出现的是鲜卑人 鲜卑人崛起于所谓的五湖乱化时代 其实鲜卑只是五湖之一 那时候还有留下来的匈奴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 后来鲜卑就独大 建立了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 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又出现了新的游牧民族是什么 柔然人 我们大家熟悉的北朝岳父师穆兰慈 说的穆兰的故事 这个是家喻户晓 花不兰 替父去从军 打的是谁 就是在北魏朝廷之下打得柔然 这就是咱们在上期节目里边说的这些游牧民族的规律 一波游牧民族他们兴起 然后占领了农耕民族的广大土地 然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农耕民族 那在北方比他们更野蛮的保持了他们草原民族原始的那种风格的那种新的这些他的穷亲戚们再次兴起又成他们的敌人 这一轮一轮的就这么轮回 那么鲜卑之后是突厥 突厥后来分裂了 被中国的唐朝一一给击破了 唐朝迅速崛起 四处征服 变成了中亚的主人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唐太宗被称为天克汗 大家想想这个称呼 它是叫天克汗 它不是作为中国的皇帝来统治这些地域的 它是作为草原上的克汗 来统领所有这些草原上的部落的 但是好景不长 这个唐朝的扩张 在现在看来这不就是帝国主义扩张吗 这种扩张总是有一个极限的 对内 这形成了一个外众内卿的这样一个局面 早晚会出乱子的 后来果然出乱子了 就是安时之乱 那么对外 他碰到了强势的敌人 就是正在崛起当中的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在经过了一开始的四大哈利发时代 经过了五曼叶王朝之后 在阿巴斯王朝这改朝换代的时候 跟中国唐朝在中亚打过一场 这就是著名的达罗斯之战 有人说达罗斯之战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深远 唐朝虽然打败了 但只不过是鞭兵 并没有对唐朝伤筋动骨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唐朝向西 向中亚这边渗透 这边征服的脚步就此停滞了 那再加上后边紧接着的安时之乱爆发之后 唐朝对于西域的控制就断裂了 这一断裂虽然中间有反反复复 但是基本上中原王朝对西域就几百年之后再建了 那么此后唐朝一蹶不振 在蒙古高原上的霸主在突厥之后就变成了回虎 后来在唐朝灭亡的这个空档当中 又崛起的就是契丹人 那么中原经历了五代之后 建立起来的是宋朝 这个辽北宋的对峙持续了一百多年 然后谁也没能消灭谁 是契丹背后的女真人又崛起 灭掉了辽灭掉了北宋 南宋偏安易渝 然后宋金又对峙了一百多年 他来又是谁都没有灭掉谁 最后又是金朝背后崛起的蒙古 灭掉了金灭掉了南宋 你看你看这剧本都是一样的 有人说这宋朝太弱了吧 但你说他弱吧 他能撑个三百多年 这也不容易了吧 他的敌人跟唐朝时候面对的敌人可不一样了 就是他们面对的这些草原民族 已经怎么说呢 进化了 匈奴人也好 先辈人也好 突厥人也好 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统治能力 跟后面的这个辽国 就是契丹人 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 辽国在五代的时候 因为获取了燕云十六周 这好大一片地方 这是农耕区 所以辽国的统治当时是一国两制的 就是北边统治草原民族 就按照统治草原民族的办法 这是他们传统的方法 但是统治汉地呢 用的就是中原民族的传统 这就像北朝一样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这些北朝 这已经是中原王朝的概念了 他们不再简简单单的是满意的军长 这是宋朝面临的课题 好吧 这是在东方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一个 这草原民族一波一波的兴起 对中原民族这一波一波的冲击 一直冲击到了辽宋 或者说宋金对峙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作一个 简单的草原民族来看待了 那么在西方呢 在我们东方人看来的西方 包括中亚地区 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 伊斯兰势力逐渐向东方渗透 尤其是在突厥人兴起之后 那个突厥人是西方人比较熟悉的塞尔柱突厥人 为了抵御塞尔柱突厥人对于圣地的禁习 所以西方人组织了十字军 所以到这个地方 咱们其实要说一个概念了 就是作者在书里边 说的所有这些草原民族 实际上都是他说的 所谓的突厥蒙古人 就是草原民族笼统来说 都是突厥蒙古人 所以你在书里边能看到 说鲜卑人在蒙古帝国取代了北匈奴 说拓拔突厥人的国家和柔然人的蒙古韩国 你说这不对吧 这时候还没有突厥帝国呢 这时候还没有蒙古帝国呢 所以蒙古帝国或者突厥帝国 这是一个特指的政权 但是作者在这里用突厥 用蒙古 其实是指涉的整个草原民族各个部落 因为他们要不就是更像突厥人 要不就更像是蒙古人 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 那么好吧 有关于13世纪初之前 也就是成吉斯坦蒙古崛起之前 草原民族上各个时期 各个地域的这些发展的脉络线索 咱不可能说太细 这要说太细真的是太碎了 而且很多问题 到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 我也不在这里给大家列更多的名字了 咱们前面已经列过了 有斯基台人 有萨尔玛特人 有匈奴人 有鲜卑人 有突厥人 后边有回合人 有沙托人 有契丹人 有女真人 后来契丹人建立了疗潮 不是被金国给灭了吗 然后有一只耶利达士 带着这一只跑到了现在新疆 还有中亚那一片地方 建立了一个西疗 中国史书上叫西疗 外国人叫他喀拉契丹人 喀拉契丹帝国在中亚 当时称霸了好长一段时间 成为当时中亚的霸主 甚至被欧洲人认为 这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抵抗东方异教徒的盟友 祭司王约翰 当然那个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帝国 比如说花拉子摩 比如说在南俄罗斯草原上 这一段时间出现过阿瓦尔人 出现过鲍加尔人 出现过马扎尔人 还有什么清查人 但是这么形形色色 这么多各自为政的这些草原民族 在蒙古人 在成吉思汗蒙古人崛起之后 统统都沉浮于蒙古人的仗像 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故事了 这里是言读 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是 法国人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讲述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两个 一个叫做轩原十四工作室 这是一个订阅号 还有一个服务号叫做言讲录 言跟这个言读一样 都是言时的言 在这里边大家可以听到我更多的节目 可以跟我互动 可以给我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好吧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咯